灵命日凉 为什么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诗篇19篇7节 当我教六年级的孙儿若梗解答代数难题时 他告诉我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在我们继续讨论如何解答那些题目中的代数X和Y时 他困惑地说这些代数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忍不住笑着说 小梗 等你成为一个工程师 自然就需要用到这些东西 显然他还未意识到代数与他的梦想密切相关 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这样看待圣经 在我们聆听讲道或阅读某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这么想 这些真理和我有什么关系 诗人大会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他说 圣经所蕴含的真理能有效地苏醒人心 始于人有智慧和快活人的心 诗篇19篇7到8节 正如诗篇19篇所说的 就约前五卷书以及整本圣经所蕴藏的智慧 能在我们每日倚靠圣灵的引导时帮助我们 真言两章六节 上帝将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借此经历它 更加明白它的爱和道路 若是没有圣经 我们就少了认识上帝的重要渠道 为什么要研读圣经呢 因为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诗篇19篇8节 作者 白德夫 反思和祷告 今天为何圣经中的智慧与你息息相关 你要如何更深入地理解圣经中的智慧 慈爱的上帝 求迷帮助我以迷的话成为我路上的光 以圣经的智慧走前面的道路 使我越来越爱你